没有所谓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做生意能做到的老板 是他拥有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商业思维 好了 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商业的是六大神次 每一个层次不同 决定了老板 你最后做事业的不同 第六个层次的老板 我们把它称之为做买卖 也就是赚差价 第五个层次的老板 我们把它称之为投机 赚一票 赚一票 赚这一次 试这一次 第四个层次的老板叫做中介 所有卖产品的老板都搞不过做中介的老板 所有行业做的最大的都是中中介 而比干中介更厉害的是第三个 我们把它称之为两个字叫资本 所有卖产品的卖货的 玩商业模式的都玩不过资本 资本是所有生意的最高顶层设计 那比资本更厉害的是两个字叫做装 你看到的每一个产品的配合都是假象 真相就是有装家 所以做生意的最高的境界 那就是你能做这个产品和做这个模式的装家 而最厉害老板永远赚生意只赚一个钱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周期 没有英雄造实事 永远是实事造英雄 没有所谓马云的时代 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所以成功者都是按周期而行 用四个字来解释都叫顺势而归